根據念佛法門講,四禪天都是不究竟的。 有句解語是這樣講的, 六玉天上焰五衰,三禪尚且有風災。 若君收到飛飛上,不如西方歸去來。 即是說,閣下就算行上品十善,兼襲禪定,收到六玉天, 最後都會有五衰尚願而死亡。 從番六道之中,就算收到三禪天,都有風災的危險, 收到無色界的飛上飛飛上天,也是世間禪,還未跳出三界, 不如老實念佛,求生西方,這樣就可以脫離三界了。 四禪九天可以脫離了風災、水災、火災的煩惱。 福樂禪定比前三天更加殊勝,非言語所能形容的。 有無雲天、福生天、廣果天,這三天還是凡夫所居的。 第四無上天是外道所居的地方。 各位,不是佛教徒修行禪定才生到四禪天的。 不論任何人,任何宗教,只要他是收集禪定,都有生四禪天的因, 加上修行上品十禪,死後就生到四禪天。 禪不是佛教專有的。 四禪天的第五是無凡天,第六無熱天,第七善見天,第八善宴天,第九色究竟天。 這五天是聖民聖三果聖人,即是阿羅漢果的聖人所生之處,又叫做五不還天。 這類聖人入無如裂盆之後,不再來欲戒受生。 在色戒、無色戒,再受生一次,就可以成為阿羅漢,永斷生死,嘗著快樂的。 以上講了色戒四禪天的大堆名詞。 大家如果不明白,不要緊,聽過之後有些少印象,將來可以更深入去了解。 還有一天。 是明天說的一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